爱情,优优独的反应 。 欢迎收看《Vidtai有条路》 阿騙娜,你有听到路有多伸多的? 又不是吹到風,又不是猛太陽 但不知為何眼睛都會飆眼水 抹也抹不住 整個眼睛濕濕似乎不是那麼簡單 我聽過一個說法是濾水分泌過多 如果又反過來,不是眼睛濕 是眼乾,簡直乾得有點痛 滴眼藥水也搞不住 整天滴眼藥水好像不太好 究竟眼濕濕和眼乾乾背後有甚麼原因 會否是一些嚴重的眼疾 或者令我們看不到東西 不如請教一下我們今天的嘉賓 就是中大眼科副教授莊金龍醫生 眼濕和眼乾,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試過 不如在第一節我們主要集中說 眼濕濕,請教授莊醫生 因為眼濕濕,大家都知道 熱淚盈汗,水旺旺的黑眼症 好像很漂亮 但其實我就想,這個眼濕 可能一些病的徵事會未定 又或者是否那麼簡單 純粹是因為眼淚水過多 才會導致眼濕濕 其實有兩個可能性 會令大家覺得自己的眼睛有很多眼碎 一個就是你剛才所說 那個分泌多了,這個分泌多了 可以是沒有任何原因 但更加常見,有刺激 即是很簡單 有沙,或者用風筒對著眼吹 你都想像到會不停地流眼水 但是另一個可能性 就是其實淚管 即是我們淚水排走的通道 失去 兩者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我們有一個星盤在樹 如果你發覺裡面有很多水 主要是兩個可能性 可以同時發生的 要麼就是忘記生水喉 或者我們放了一個質 裡面本身有的水 不能夠適當地排走 這樣就會有很多眼水 尤其是一些長輩 其實不是一個原因 他可以又忘記生水喉 然後質又放了 或者坑渠濕了 那些眼水就非常多了 如果從醫學的角度去界定 怎樣才會為之有問題的淚水過多 因為你知道 女生水汪汪的黑眼睛才是最漂亮的 是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問病人 就是你的眼水會不會流到 有一滴在眼旁邊 即好像哭 好像哭一樣 因為實際上也會造成 我們日常生活的很多不方便 有些病人會找我 莊醫生,我經常被人誤會 以為我的心情不好 因為不單止水汪汪的黑眼睛 簡直要拿一塊紙巾出來擦 另一件事令病人有很多不舒服 就是經常拿紙巾或手巾擦擦 當然會損 有些病人就是因為眼角的皮膚 損了出問題才找眼科醫生看 黑癡時突然淚水分泌 以及鼻痕時都會令到眼痕 眼痕又會有淚水的分泌過多 所以就有這樣的狀況 譬如我以前試過報新聞 人們以為我是報報新聞哭 其實我是鼻敏感發作 鼻敏感也會導致眼水過多 眼鼻我們稱為五官科 說真的眼鼻真的相通 經過鼻淚管其實相通 這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更加重要的原因 其實當我們有刺激鼻疙瘙 鼻疙瘙是其中一條三叉神經線有關 它會有一個反射 那個反射就是鼻疙瘙有刺激 它會刺激到眼睛出現眼水 甚至美國的食物及藥物局 即是FDA 醫治眼光現在有一個新的機器 就是微電的電動 插入鼻人的鼻疙瘙瘙 竟然有鼻疙瘙瘙 沒錯 就是用少量的電刺激病人的鼻腔 希望病人透過三叉神經的反射 令病人自己會有淚水分泌 所以你剛才所說的情況 絕對有可能發生 在說外物刺激 除了有刺激進眼 我覺得女士的機會會較大 因為我要化眼妝 有畫眼線、眼睫毛液 我也試過,很不小心的 整支眼睫毛的病 一插進去之後 然後狂飆眼水 都飆了很久的時間 那是否很多病人 都是類似這樣的狀況 其實女性無論是甚麼年紀 或是否用化妝品 都有很多眼水的問題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跟我剛才說的 閉塞性的流眼水有關 因為你想像到 女性的頭比男性是小的 她的類管的直徑亦是小的 即是想像到塞的機會是大一點的 所以我們平均 每做九個女性類管閉塞的手術 才會有一個是男性的 這就是鼻淚管的大小 另外剛才你有提到 女士很多時候會用護膚品 甚至用化妝品 這些如果清潔得不好 在眼邊造成一些沉織的話 它真的可以塞了我們平時 用來分泌油脂的眼鏈板線 造成一些刺激性的流眼水 一般都是外在因素而令到濾管閉塞 會否有些是先天的 或是自己引發了原因令到濾管閉塞 可能每一百個小朋友裏面 可能有三四個小朋友 天生的話會有濾管閉塞的情況 其實我們在媽媽的肚子裏面 我們的濾管是塞了的 到出生的時候 它有一塊很薄的膜 慢慢的一塊膜自己打開了 這樣我們便沒有出現流眼水的情況 但剛才提到一百個初生嬰兒 可能大概有三至四個 它那塊膜是沒有自己穿到洞 即是眼水不能正常經過眼 鼻類管到鼻歌 這樣便有先天性的流眼水 當然任何與鼻歌或鼻類管有關的病 例如有鼻的創傷 鼻的病 有些先天性的鼻的病 嚴重的鼻敏感 如果頭頸有做過電療手術的話 都可以引致濾管閉塞 引致流眼水 眼淚水我試過有點鹹鹹的 即是有時哭得太厲害 流到嘴裡 咦 咦 咦咦的 所以長期醃住眼 其實會否都說會眼疾 甚至剛才莊醫生都說 例如眼皮都會刺傷了 會的 其實最重要的病發症 濾管閉塞 就是我們本身的濾水 會在一個中途站叫濾落 然後才經過鼻類管 去到鼻底 所以我們情感上流眼水 或是哭的時候 很感動 鼻歌或喉嚨會感覺到 滴眼藥水 病人有時會告訴我們 是苦的 即是你的濾管沒有閉塞 但如果濾管真的閉塞了 有個問題就是 它的濾水不能暢通 有時細菌就會在濾囊上引致發炎 嚴重的話 它的眼頭就會濾狼腫起了 一個狼腫 甚至那些濾狼會嚴重 自己穿了一塊臉會走出來 那我們就要解開臉 放了一些濾狼 可以很大件事 但這些個案應該是比較少的 是嗎 年輕人就會比較少 因為會早點看醫生 長者尤其是長輩 第一就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第二就是怕看醫生 第三就是他們本身 就算有濾管閉塞 症狀不太明顯 為甚麼呢 就是我剛才說的第一個比喻 老人家除了是 那個升盤有東西塞了 坑渠不通之外 老人家的濾水分泌比較少 即是他沒有開水喉 沒有開水喉的話 你又怎知道坑渠是塞了 直到病發症出現 真的濾狼有急性發炎 甚至有濾泡走出來 這樣才去看醫生 但有些人譬如他真的來到 就說我純粹在感覺上 眼淚水太多 我懷疑眼睛有問題的時候 你會怎樣去診斷呢 以為自己有濾管閉塞的病人 實際上我想十個裡面 可能只有兩個 真的需要做手術去打通濾管 所以眼科醫生在這個角度上 就要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先是從症狀上問起 如果病人很多時候流眼水 是說一些乾燥地方 冷氣、大風吹的話 還要是兩隻眼流眼水的情況差不多 我們一般大概就這樣聽 都應該知道 他其實是刺激性的流眼水 眼表面的問題 當然我們可以幫他做檢查 看看會否真的有眼表面乾的情況 例如眼鏈板線塞了或有刀毛塞了 到最後一個關鍵的檢查 我們往往要用一個濾度探通的檢查 甚麼意思呢 我們會用一個很幼 但不是尖的儀器 放在我們眼頭 一個叫做濾小點的位置 大家如果去鏡頭自我檢查 控制體力 我看到的 有一個小的孔 其實那個孔是我們說的濾管的入口 我們會用一個很幼的探針 放進他的濾管裡 打一點生理源水 如果正常的人 水就會經過鼻淚管 鼻歌喉嚨就會感受到 基本上不用問病人 你聽到他在吞吞吞吞 你已經知道 這個是通話的 沒錯 你知道這個通話 但如果塞了病人 他不能暢通地貫通鼻淚管 水就會在同一個孔 或是上眼皮的孔彈出來 有時就可以把濾囊裡的骯髒東西 都衝出來 我們就知道病人的濾管 就是濕了 那怎樣去醫治呢 還有我們說完眼濕 當然有眼乾的 對吧 不如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繼續 請一下莊醫生 稍後見 其實我們有一個制定了的問卷 叫做OSDI 即是眼表的症狀指標 病人可以自己去做一個測試 如果分數是高的話 就快點找眼科醫生 幫你做些詳細的眼科檢查 繼續FIT開有條路 上一節主要是說眼濕 不如這一部分我們說說眼乾 莊醫生 眼乾我都非常有豐富的經驗 因為我戴眼鏡 戴了二十多年 所以有時戴一久都會眼乾 這是不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大部分我們戴的軟性隱形眼鏡 都需要有一定的透氣度 如果不夠透氣度的話 實際上戴的時候都挺辛苦 但是有透氣度的話 你都想像到有揮發性 有揮發性自然就將眼睛表面 和隱形眼鏡中間的淚水抽走了 所以就形成了眼乾的症狀 而且不夠睡 不夠睡都會有眼乾的現象出現 對嗎 淚水其實你可以當作一鍋湯 它放了一陣有渣 上面有水 最頂陣就是油份 我們淚水都有三層 有油脂很薄的一層 中間95%以上 都是水份 最後就是黏液 這三層是三種不同的線體 在眼表面的不同位置分泌 但是有一個關鍵 就是這三種線體 都跟我們的膠感神經有關係 真的跟精神身體狀態有關 即是病、不夠睡、熬夜 壓力大 這些都可以形成間接地 令我們有眼乾症狀 剛才我們上半部分的時候說 下面有水位 但是那個水喉位是在甚麼位置 在我們兩隻眼的旁邊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叫主濾腺 有一些常人或者一些病人 他們的濾腺大了 你會發覺旁邊會腫起一拋 下眼肚、眼袋就大家都知道 但是上眼皮旁邊腫了 其實就是濾腺發大 當然剛才有提過 濾腺只是說水份的分泌 油份的分泌就是我們眼黏板線 即是說如果塞了就會出現眼瘡的部分 這個就是我們眼黏板線 黏液就是眼睛表面有些很細很細的分泌線 就分泌一些黏液出來的 每一個部分有時都可以形成眼乾 我們剛才說的雙腸 每個眼而口鼻有些其他的症狀 都會令到眼的淚水都會少了 會的 我們又用剛才水油和黏液的方式去說 淚腺是一個眼睛表面最大的一個線體 最常見就是一些自體免疫病 紅斑狼瘡病 淚風濕性關節炎的病人 他們很多時候都有嚴重的眼光 他們那種眼光 你想像到一定是缺水型的眼光 剛才說眼黏板就是眼皮反開了 譬如小朋友說做鬼臉妙禮的時候 是的 那個粉紅色的位置就叫眼黏板 眼黏板的病其實是說現在大都市 日常生活最常見 令到我們會有眼乾的情況 如果油份不夠 我們就叫蒸發型、揮發型 即使水份夠,洗錢洗得太快 很快就沒有了 揮發型就是這個意思 成年人會有空氣污染 長期在眼表面有敏感症狀的人 他們也有機會有一些眼黏板線功能障礙 這個是說以往我們沒有好的測試 就不知道 最近有一些好的測試我們發覺 差不多八成的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揮發性眼光 就是因為這個眼黏板線的問題 最初出現眼光這個問題 多數都會先滴入眼藥水 其實不會馬上說不行,眼光要去看醫生 那眼藥水又如何去選擇呢 其實最主要都是在說濾水的成分 剛才有說過 因為你眼光不一定是不夠眼水 你可以夠眼水 但是油份不夠,鎖不到水 另外就是一些黏液不足夠 暫時我們市面上 甚至眼科醫生手頭上 有些都是在說補充水份的眼藥水 即中間那層 沒錯 當然本身應該盡量少用一些有防腐劑的成分 因為如果你經常滴防腐劑 在眼睛表面你都想像到 一定會引致敏感 而且有很多不舒服 我們大概就是說 如果病人滴藥水多於八次上 真的要想想 是否需要用一些沒有防腐劑處方的眼淚水 會比較安全一點 如果滴眼藥水也不行 那又怎辦呢 滴在眼表面的最簡單的配方就是水份 我們稱為眼藥水 如果那個眼藥水也不能滋潤到你 我們就可以有一些水溶性的啫喱 即是好像我們擦手、擦嘴的水溶性的啫喱 再嚴重一點 如果你說臨睡前不想晚上起床 不停滴眼藥水 我們可以給一些油溶性的 我們稱為Petroleum Base的 很濃稠的 很濃稠的 濃稠就很濃稠 不過它有個好處 臨睡前塗 就算會蒙 起碼保你睡覺那幾個小時 不會太乾 我剛才想一下莊醫生 你有否一些個案分享 即是有一些是眼乾得很嚴重 要去看你的 立即想起有一個病人 就是他差不多每五分鐘 就要滴一次藥水 五分鐘一次藥水 那支藥水 實際上不僅是他進診症室的時候 會帶著一個小小的化妝袋 裡面有不同種類的藥水 他是上班一族 他基本上在電腦面前就有一支藥水 病人本身是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我想強調就是他這樣的情況實際上也不常見 很多年前他做了激光矯視 這次的手術就是將角膜揭起了反 然後揭起了之後 就在表面做激光的加工 蓋上反 讓角膜改變了形狀 而減低了我們對眼頸的依賴性 不過在這個揭起反的過程 我們會將角膜表面的一些神經線撤走 其實絕大部份的病人或絕大部份的做手術的人士 他的角膜的神經線都會自己生回 即是會駁線 不過小部份的病人真的做完手術之後 他這個神經線沒有辦法正常地生回 引致有嚴重的眼光 另外病人隨著年紀 女士來說 如果去到更年期 因為賀爾蒙的水平有變化 本身就算沒有做過激光矯視手術 甚至沒有做過任何眼睛手術的病人 都可以出現嚴重的眼光 所以這個病人就不幸 有兩個原因 令到他的眼光非常重要 最後你怎樣幫助這個病人 還是說沒有辦法 你都要5分鐘滴一次眼水 其實我們都提到 如果他的眼光這麼嚴重 第一件事就是用不同的配方 即是日常都可能要用啫喱 有時可能跟他說 吃午餐時有一個休息的話 你便擠一點很黏的藥膏 至少要合上眼睛 先嚴重 這就是保濕的一個項目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覺得很多眼乾的病人 其實眼表面都有發炎 所以我們有不同抗炎的眼藥水 可以調配給病人使用 當然了 剛才有提過 也是用一個升款的例子 既然你既然不夠水喉開 我們當然想找一個質 塞住它 讓它的水沒有那麼快排走 其實有一些可溶 不溶的一些質 可以放進濾管的入口裡 讓眼表面的水分停留得久一點 那麼有沒有一些情況去手術治療 還有眼濕和眼乾的手術治療 是不是都差不多 其實就要針對它的原因是什麼 我儘管說眼乾有什麼手術 剛才已經說了一點 濾管的入口我們可以放一個質 但是放一個質下去 有機會會掉出來 有些人對質又敏感 又會有紅不舒服 其實我們很簡單 做一個簡單的小手術 用一個辣雞 將眼頭裡面的濾管的入口 看起它 這樣已經不需要放一個質 又可以達至那個效果 再嚴重一點的情況 大家都會想像到 濾線是分泌濾水 另外一個腺體在頭頸就是口水腺 口水腺可以自己移植給自己 雖然不是濾水 但是也有些水 所以濾線的移植 就是說由口水腺 口水的黏膜 移植上眼的部分 代替滴眼藥水 都是一個比較極端 但也不是不可行的例子 這是眼乾的手術可以做的事 如果眼濕是否同一個原理 例如我太多分泌 都是用濕來塞住它 那就要看看是甚麼原因 當然如果病人說 他有眼水 其實是因為眼乾的話 我們就要跟剛才所說 治療眼乾的部分處理 如果病人譬如 他有倒霧 或者眼皮的位置不正常 經常插著刺激著眼 我們就跟著那個部分 處理了他的眼一毛 或者眼皮不正常的位置 但是更常見 就是在說濾管閉塞座 視乎他的濾管在哪個位置閉塞 打通它就可以了 視乎聽起來 無論是眼濕或眼乾 都是有一些很有效 很到位的手術也好 或者是眼藥水也好 都可以處理的 不過大家如果眼濕濕 或者眼乾乾的話 都不能夠忽視 好,今天謝謝莊醫生 我們下一集的 《健康有條路》再見 再見 這集會教大家兩個動作 可以舒緩腹部和腰部的位置 首先,我們整個人躺在地上 好,拋下去 雙手的闊度和肩膀成水平 之後用力將上身升起 眼睛望天,腳平放在地面 這個時候你會感受到 你的腹植肌會有拉斜的感覺 保持呼吸 之後我們將屁股推後 腳尖踩實在地上 屁股用力向後推 眼睛望地下 這個時候你會感受到 腰部的位置會有拉斜的感覺 我建議大家每個動作 保持20至30秒 每天做兩次就可以了 haut到底 喔 喔 喔 音量